第三十题如图所示若一个电池的电压为1.5伏特电路中安培计之毒素为2安培 则灯泡的电阻为多少欧姆 这在考我们电阻的定义以及并联跟串联的关系 我们知道电阻的定义是通过单位电流所需要的电压公式写作R等于I分之V 那么我们晓得我们的安培计跟电泡是串联 所以他们电流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电流计的毒素是2安培 就表示通过灯泡电流就是2安培 然后呢我们这个电池组的电压就全部提供给灯泡 所以电池组的电压就是灯泡的电压 而这个电池组是两个电池串联 串联的时候总电压等于分电压相加 所以一个电压是1.5伏特 两个加起来就应该是3.0伏特 所以电池组电压是3伏特 所以表示灯泡电压是3伏特 所以我们的电压3伏特 2分之3等于1.5欧姆 所以第三次提问我们说 则灯泡的电阻值为多少欧姆 我们答案选的是B1.5欧姆 2.5欧姆